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來到晚上時段 跟大家看看今天 有甚麼特別的事項 這一宗要說的就是 連鋪王 都被揭發 就是鋪王也受不了 這個是鋪王的兒子 已故了的 波叔 鄧承波 這個也是最新的 事件 這個就是鄧承波的小兒子 叫做鄧耀星 鄧耀星 據說就是鄧承波的接班人 因為波叔說 這個兒子就是最聽話最乖 做事最勤力 所以有一段時間 鄧耀星 鄧耀星 好像 孖公仔一樣 搭著波叔 四周圍做生意 在那麼多兒子裏 波叔就是看重這個 不代表 做每一件事一定會成功 鄧耀星的結果 就是在這個 爆發武漢肺炎之前 那段時間 大舉就是掃貨 所以據說 就是差不多一鋪清袋 結果現在附帶 就是 就是 連 真的 舖王也要拖欠 租金 大家可以想像到 到底現在 香港的經濟是有多惡劣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鄧耀星 根據資料指 這是香港企業家 也是這個叢林護腦集團 就是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號碼是1989 還有就是 逸通訊 集團 上市公司號碼是8031 看看相關資料 發現鄧耀星甚至乎是 愛國愛港人士之一 加入團結香港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 大家應該記得是跟甚麼人有關 這個主席 董建華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董建華集團 加上一大堆港共人士 裏面多到 難以盡錄 包括陳啟宗 梁愛思 李國章 羅康瑞 何超勤 你數得出的 應有盡有 換句話說 就是一個 親共利益集團 基本上來說 好了 有大量的人 死在武漢肺炎 的防疫手上 也不是死在疫情 也不是死在病情上面 這個波叔的兒子鄧耀星 就是 大規模投資 就是酒店 大規模收購大量的物業 正正 就是在這個 疫情之前 所以看回 所有相關的消息 你會發現 他們不斷需要沽房 包括早前就是要沽這個 荃灣 丁蘭居 只是賬面也虧損 就是兩億多 早前一段時間 關於鄧耀星有傳 叢林護老 停牌 因為 可能被收購 其實 今時今日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經濟環境 最可怕就是這樣 當經濟下滑的時候 不是只是你不行的 你想賣的時候 跟你買那個人的情況 又是差不多 整個經濟收縮的時候 大家都缺水 有錢人也會缺水的 有錢人其實 就是高槓桿 簡單來說 你在香港 你有100萬 你也走去借了九成按揭 買就是100萬以下的樓宇 有錢人 其實也是一樣 可能在做生意 可能拿著幾個舖 拿著幾個舖 不是拿著幾個舖的現金 說 有物業也好 一定是借錢買的 雖然 舖 的按揭 沒有那麼高 但是 一定不是全批 所以有錢人 跟普通人的分別可能就在於 他就是帶你一個量級 可能你有的現金 可能是100萬 他有的現金 跟著再拿武漢槓 可能有的現金 是1000萬或很多 但是可以都在槓桿上去之後 你可以倍大10倍 他一樣可以倍大10倍 可能有的流動現金 是1000萬 但是你佩戴了之後 就去到過億位了 所以不難理解的 他們說他們不是有錢人嗎 一樣的 他們佩戴了槓桿 所有人做事 你是有錢人 你一樣會借案揭 一樣會去文銀行借錢 所以你的帳面看上去是很好看的 可能有很多酒店 大量的物業 但是 小市民 樓價一下跌 被call loan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有的現金是比較多 但是他們有現金的時候 也會把那些 現金綁死了 所以他們一旦收縮的時候 就搞不定了 這個徹底解釋到為甚麼 會被入稟 說要收樓 10月20日的時候 就是這個 被入稟 要收樓 說他 拖欠這個 按揭貸款 現在又被指 拖欠這個商下 租金 這次 追成千萬 這次牽涉的是公司 他作為公司董事 租的 是旺角 阿佳老佳 就是一座 是大廈的物業 是商業用途 在昨天 24日就被入稟高等法院 說他拖欠 就是租金 以及雜費 合共是過千萬 合共是 1074萬 原來大家就是拉鋸了很久 忽然之間 才搞得要上去法庭 被人入稟 原來一早就說 已經是拖欠了 1500多萬 租金 然後 被告 鄧耀星承諾 會分 在8月份開始分期還款 所以對方 容許他繼續拖延 正如我剛才 告訴大家 流動現金是有限 因為 不僅只有這個鍋 蓋子還要蓋著另一個鍋 另外那些鍋 如果爆破 連環貸款也還不到 那些物業可能甚至乎會被打靶 收回 銀主盤 現在這個情況 香港 正正 好像97 金融風暴 其實整件事是連鎖的 本地的經濟零售消費疲弱 誰會跟你用極昂貴的租金 去租 那個舖 簽了一個租約 業主是不是一定十拿九穩會收到租呢 那些人寧願破產 公司清盤 交不出就是交不出 根本沒有生意 以前 開藥房 開到整行整市 現在 差不多全線結業 銅鑼灣 尖沙咀一帶 全部都是吉舖 連旺角也是如此 更何況 剛才所說的兩個地方 現在不單止不是舖不舖旺的問題 有隻舖在手 可能要哭 因為 貸款要還 租金 收不到 沒有人租 跟你租那個 完全付不起租 租值可能跌到只有十分之一 跟你的買入價相比 你的回報率 你算一下 原本可能算來算去 兩厘 三厘 你現在算一下 是0.2厘 你連還息也還不到 還沒算啊 你看好後市也沒用 我已經解釋過了 你看好嗎 補倉 舖已經下跌了 既然整個租金都支持不了 那隻舖 或者那個物業 價值 銀行就來找你了 麻煩你補倉 看看 相關的資料 你會發現 他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已經是不停 是需要沽貨 你沽一個地方 帳面就虧了一億多 雖然說 有很多物業 像說帳面加起來有百多億 但是你真的再細心想一下 這個真的是帳面數來的 你每次 沽出一個舖 你不用還 按揭嗎 你一還的時候 真的 你虧了多少 真的 成為了損失 簡單來說 有錢人 那個資產其實是佩戴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本來就是天文數字 一旦收縮的時候就會打回原形 到最終他們 這些根本 就不是甚麼生意人 其實這一群正正就是資本家 就是炒賣樓宇 在靠租借 就是滾傳這個資本 正正是香港 最令人討厭的那一群人 這群人還要支持北京 現在這一群藍絲 就是付出沉重的代價 夾爆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於 北京的清零命令 所以 由始至終 這些就叫做恩果 我不會說這些叫報應 報應這些哪裏算 報應有段時間 也算是 主力仍然未出現 現在 只不過是叫恩果 你這麼支持他 這麼信任他 覺得有大陸在背後 有無限的自由行 買多幾隻舖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